我都已滿足 承諾 你給我站住 你前進小路把話講完你再走了 看樣子 你是不是有打算來公司上班了 我有回答你的必要嗎 不用回答我 回答你自己 我是不知道你要找什麼樣的工作 既然找到了 為什麼要放棄呢 該你屁事啊 所以是因為我囉 因為我在這個公司 所以你不幹了 厚臉皮小姐 你沒那麼重要 因為工作環境裡會遇到討厭鬼 所以你就嚇跑了 這麼沒有抵抗力 所以我看你這輩子都待在吳俊市裡吧 我想我們兩個真的沒有辦法溝通耶 當同事 不必了吧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珍珠奶茶 你會愛上台灣的九分玉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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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好想知道九分玉圓的滋味喔 你到底想說什麼 你可以看我不順眼 被自己的情緒一時打敗 不過要是我是你 我根本會無視於那個不重要的厚臉皮小姐 不過 給自己一個機會 還有 為故鄉的媽媽努力一次 出門在外 要常常跟媽媽聯絡報平安喔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珍珠奶茶 而我相信有一天 大家也會知道 你會愛上台灣的九分玉圓 出門在外 要常常跟媽媽聯絡報平安喔 上海是一個隨便一轉頭 就能見到歷史 追起什麼現代 又振興恐後的城市 這裡 似乎有許多選擇 可以當成一個 起點 兩個月前 我來到上海 漸漸適應了這個城市的節奏跟步調 當然 也已經找到工作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旅行 好嗎 請問一下 不要按摩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在工作 還有努力的空間 白癡嗎 加油 金香玉 晨月 從今天開始加入我們的業務部 那麼小金大家都很熟了 他以前是我們的競爭對手 現在跳槽到我們公司 希望啊 他把以前從我們這兒搶走的客戶 通通的搶回來還給我們 呃 成員沒有經驗 是新的業務執行 好 我們大家歡迎他們 你在前一陣子小玉小學同學有家喻 他說 他說 這裡台灣人多 什麼都有 卻念念不忘你的手光偶銀 我的生活一切已上軌道 悟念 阿悅 我是一個有話直說的人 我們開城布公吧 你今天能到公司來報仗 能夠坐在這個辦公室裡面 說明你心裡已經想明白了 那麼好 之前你說我跟小路串通 假裝陌生人騙你到公司報到 你說我很假的這件事情 我們是不是可以盡視前嫌了 你可以嗎 可是我聽你的口氣應該還是蠻不雙微的 你知道就好 我達宏連不到網光碟我都不看 你居然是我假 我哪裡假的 好 我們打賭 你要是能在我身上找到哪一點是假的 我達宏以後改名 叫打假 打假 打假 你好 我叫陳月 請多多指教 之前完全沒有經驗 所以如果有住不好的地方 還希望你製作 我會啊 因為有兩個原因 第一 我們的頂頭上腹是出了迷的女人 如果你連我的要求都做不到 你會死得很難看 當然 還有一個原因更重要 因為能給別人想要的 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所以 你讓我好好照顧你 我是不會跟你客氣的 謝謝 不客氣 在新環境認識了一些 新擔憂 什麼 什麼 摯着 súper熱伴 你又回來了 表現熱的消息了 原來阿嚥已經被他跑去上海了 我們去找他 把他帶回來 我只是想要幸福 有一生努力追逐 我让你的合约你打一口呢 还没有 那你混什么话 还送你一个 还没有 我听到他们故意说上海话 阿玉听不懂 可是任务好像 不是要想想他 你一向是团医的一军 理所当然要到欧洲去演出 为什么反而要改决二军的商务团 你教授如果我替你着想 就应该为难你 假设 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想买东西回去 那么请大家不用客气 尽管提出来 大号消息 因为这次我有点思乱行程 最终的活动我就不参加了 放话 做小动作 快放话 算了没有啊 我们业务不能是 轮到你身边说话吗 到底不真是大号消息 你以为你想象 你在帮我吗 不理事讲对事情有比较好吗